猫頭鷹 猫頭鷹一直都是一個相當可愛的動物 說到猫頭鷹,大家對牠的印象就是很有智慧又神秘 還會聯想到哈利波特裡的黑美 騷毛撫摸對毛孩就像是有古神奇魔力般 總能讓牠們欲罷不能,淘醉其中 但其實這連形象精明的猫頭鷹也抵擋不了摸摸的魔力呢 日本現在很流行的貓頭鷹咖啡廳裡面很多人工飼養的貓頭鷹其實性格都非常親人 還會親咬店員的手跟牠們撒嬌 推特上越來越常可以看見這種被人類飼養後完全失去野性的貓頭鷹 牠們賣萌表情其實不輸給汪汪和貓咪呢 日前網友分享一段遇到傲嬌貓頭鷹的影片 其他網友們看完也被萌得受不了 誰都別來我,好想去偷貓頭鷹 我的天好乖,我一直好奇牠會不會被摸成地中海 貓頭鷹眼周的羽毛成輻射狀 細語的排列形成臉盤,面形似貓,因此得名為貓頭鷹 牠周身羽毛大多為褐色,散墜細斑,稠密而鬆軟,飛行時無聲 眼睛非常大,接近頭部 貓頭鷹的眼睛也完全不動,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眼球 因為牠們實際上是管狀的 雙墨視覺讓貓頭鷹完全專注於獵物並提升深度感 絕大多數是夜行性動物 咒服夜出,白天已溺於樹從岩穴或屋簷中不易見到 但也有部分種類如斑頭修留,縱文腹小蕭和貂蕭等白天已不安寂寞 常外出活動一貫夜行的種類,一旦在白天活動,常飛行顛簸不定有如醉酒 食物以鼠類為主,也吃昆蟲、小鳥、蜥蜴、魚等動物 牠們都有吐食丸的習性,其素讓具有消化能力 食物常常整通下去,並將食物中不能消化的骨骼、羽毛、毛髮、幾釘子等殘物渣子集成小團 經過食道和口腔吐出,叫食丸,也叫吐魚 大大的眼睛被固定在貓頭鷹的眼窩裡,根本無法轉動 幸好牠們還有一個轉動靈活的脖子,使臉能轉向後方 由於特殊的頸椎結構,頭的活動範圍為270度 大部分還生有一簇耳語,形成像人一樣的耳廓 聽覺神經很發達不對稱的耳朵,位於貓頭鷹頭部的不同高度 這使得貓頭鷹能夠在多個尾度上精確定位聲音的位置 在日本,貓頭鷹不只代表著祈福平安,從牠的發音中,也有不老、繁盛的意義 牠們的腳很長,但因為平時都藏在腹部的毛底下 所以通常是看不見牠們這雙修長眉腿的 這種反差萌看到會讓人忍不住笑噴 因為越來越多飼養貓頭鷹當寵物的人 而翻轉了過去大家對於貓頭鷹猛情的印象 不過也不是每隻人公飼養的貓頭鷹都會像一般寵物一樣的溫馴 這點大家還是必須特別注意咯 然後切成太多當中 然後切成太空